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下今日 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首先,中國正試圖在其對台灣的強烈不滿 與扮演全球禍平締造者的願望之間取得平衡 這是一項微妙的兩步走戰略 當前中國尋求保持突飛猛進的外交勢頭 並在全球確立能夠制衡美國的新大國形象 繼台灣在美國舉行了一次突破聖會談之後 北京方面通過向台灣附近海或派遣一艘航母 並進行實彈演習 希望向台灣發出言證聲明 但到目前為止 北京方面還沒有進行可能會損害其溫和武害 負責任大國聲譽的更激進的武力展示 這種相對克制的做法表明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忙於其他外交優先時學 包括與美國的緊張關係時 希望留有選擇餘地 中國聲稱自治民主的台灣 是其領土的一部分 並誓然在必要時以武力奪取台灣 同時威脅要對任何被認為 是台灣主張獨立和與美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行動 取反制措施 與此同時 習近平將中國定位為全球舞台上 一個新的禍平替造者 與他所認為的 迅速掃諸軍事干預的 此降靈約的美國形成對比 在過去一周旅 上述雙重訴求均得到了體現 在美國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加州會見了 眾議院議長麥卡洋 Karen M. C. Comey 這是台灣領導人在美國本土會見的 最高級別的美國官員 而在北京這邊 習近平以熱情的講話 和國宴招待了法國總統馬克龍 Emmanuel Macron 拉攏一個重要的西方大國 與此同時 習近平的高級副手們在北京接待了 沙烏地外交大臣和伊朗外交部長 後兩人在兩國關係緩和的基礎上 舉行了會議 上個月 這兩個互為競爭對手的中東國家 在北京的渡船下出人意料地握手言和 恢復邦交 此外 習近平還提高了外界對中國 在烏克蘭戰爭中充當直接調停人的期望 先前 中國發布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 12點聲明文件 習近平還前往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丁 特朗普丁舉行了峰會 馬克龍和陪同他一起訪華的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阿瑟羅斯總統敦促習近平 利用他對莫斯科的影響力 幫助結束俄烏戰爭 中國對蔡英文過境美國的粉飲似乎轉眼於兩個目標 一是避免削弱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所造的外交努力 而是在中美2月份因中國氣球問題發生爭執 導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安德尼·布林肯各自訪華計劃之後 保持兩國政府對話的可能性 雖然中美關係陷入嚴重困境 但中國已暗示將歡迎其他美國內閣級官員訪華 儘管蔡英文未理活北京方面針對高級別會無敵警告 中國最初也只作出了克制的回應 制裁一些美國和台灣的機構和個人 與此同時 一手參加航訓的中國航母現身台灣附近海陸 另有中國沿海地區的政府部門宣布了台灣海來相關巡航巡查行動計劃 直到馬克龍、馮德·萊恩及沙烏地和伊朗外長離開北京後 中國才啟動更加協調一致的軍事反應 在面向台灣的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附近 進行為期十二天的實彈演習 在台灣周圍開展空中和海上巡落 上述計劃雖然對台灣有威懾力 但在激烈程度上與美國前眾議員議長 民主黨眾議員佩洛西、Nancy Pelosi去年8月訪台時 中方的訪認存在差距 當時中國環要台灣進行演習 發射了火箭彈和彈道飛彈 環用軍艦和戰機來測試台灣的防禦能力 這些舉動顯示出北京方面有能力封鎖台灣 並要聯後者的貿易 一些人認為中國這次相對平靜的訪認清楚表明 北京方面正設法既對蔡英文實施懲戒 同時保持其全球外交努力 紐約資訊機構Parasia Group 負責研究台灣和中國外交政策的助理 Eva Shen表示 此次演習的時機突顯出 北京一方面試圖阻止美台建立更密切聯繫 另一方面 那仲是加強與貿易夥伴的關係 和建立全球外交影響力 這些更廣泛利益 尋求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 台灣軍方周日表示 截至當地時間下午4點 在該島附近 發現了70架中國軍用飛機和11艘中國海軍艦艇 台灣先前一天曾報告稱 有71架中國飛機和9艘中國艦船靠近 中國軍方定期派遣戰鬥機要飛台灣 只在試探和好跨台灣的防禦體系 當北京方面想對美國涉台軍事或外交行動表達不滿時 出動的飛機數量會增加 中國民族主義報紙 《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胡陽俊 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稱讚這些軍事回應 是讓台灣當個內心戰的警鐘 但對他的大多數回覆都嘲笑了上述軍事回應的區母 胡陽俊仍然是中國互聯網上最知名的民族主義發聲者之一 放炮到幾十年了 多放幾次就恐懼 許多網友在評論中不同意胡陽俊的觀點 其中一人這樣寫道 知道軍演的結果 都知道安撫民心而議 中共候斯《人民日報》上週六上午發表評論文章 勢然要抵禦台獨勢力對中國主權的侵犯 但未承認回應的區母有所下降 這次反應較為平淡 不但反映出對中國政府其他外交優先事項的謹慎態度 可能也表明中國政府承認台北和華盛頓在蔡英文過境美國問題上 有意低調行事 Eurasia Group 的Avashan稱中國的軍事回應區母和力度都較少 與去年佩洛西訪台後的軍演相比 不太可能要亂全球航線 他認為之所以有這種差異 是因為麥卡洋決定在美國 而不是在台灣與蔡英文會面 中國官方媒體基本美報導 由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德州共和黨議員麥卡洋 和其他七名議員組成兩黨國會代表團 訪問台北的消息 這種訪問在最近幾個月 原本應會受到強烈譴責 中國的粉應可能也視著眼於 將在明年一月舉行的台灣總統選舉 由於這場競選還沒有明顯的領先者 且預計會議常交注 中國官員一直十分謹慎 以免激起台灣的反中情緒 反中情緒或有助於執政黨的潛在總統候選人 現任台灣副總統賴清德 他過去曾自稱是台獨工作者 中國較為克制的軍事粉應 雅特顯了其在尋找非軍事手段 來削弱蔡英文及其執政黨方面的成功 就在蔡英文啟程前往美國的前幾天 中國宣布與洪都拉斯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先前洪都拉斯是少數幾個承認台北政府的國家之一 蔡英文過境美國的同時 中國政府則在歡迎馬英九的高條來訪 這是台灣前總統首次訪問大陸 訪問期間 馬英九宣稱台灣海來兩岸的人民都是中國人 相比之下 蔡英文在其謹慎的聲明中強調台灣的民主制 如何使該島不同於威權統治下的中國 另外一宗新聞 Tesla及其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表示 將上海新建一座工廠生產其Megapack電池 中美關係緊張之際 該公司由此將在中國市場進一步擴張 據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週日報道 特斯拉這座新工廠將生產超大型儲能電池 計劃今年第三季度動工 並於2024年第二季度投產 暫時尚不清楚 特斯拉對這座工廠的投資區域 特斯拉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張簽字儀式的照片 並表示計劃連產Megapack電池一萬台 新華社稱 這相當於儲能規模近40斤压時 GWH 該工廠生產的電池將在全球銷售 特斯拉稱 一台Megapack電池儲存的能量 平均能為3600個家庭供電一小時 特斯拉在上海已經有一家汽車工廠 此次新建儲能工廠正值美中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 以及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持續 而這些因素讓許多美國企業對在華新投資持緊慎態度 對特斯拉來說 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市場 2022年佔該公司總收入的近四分之一 特斯拉位於上海郊區的汽車工廠 約該公司全球汽車交負量的一半 最後一宗新聞 疑似五角大樓外設文件顯示 烏克蘭到5月目喪失防空能力 根據社交媒體上洩露的據稱來自美國五角大樓的文件 由於烏克蘭的防空飛彈正在耗盡 俄羅斯可能最早在5月實現其長期以來追求的 在烏克蘭掌握空中優勢的目標 美國五角大樓和斯發佈上週開始對文件洩露進行調查 上週四俄羅斯宣傳人員在Telegram上發佈了一些 據稱是美國國防部的報告 華爾加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查看了這些文件 以及上週五出現的一個更大的文件庫 彈簧無法獨立核實這些文件的真實性 美國國防部官員已經表示 他們認為一些文件可能是真實的 不過一聲文件似乎被修改過